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靠树根来吸收水分和养料 但是移植树木的时候呢 总免不了会使树根受到一些伤害 这样就会影响了根对水分的吸收 而树叶还要散发大量的水分 如果移植树木的时候不减掉一些树叶 根吸收的水分少了 树叶散发的水分多了 就会影响树木的生长 有的树还可能会因失水过多而死掉呢 所以呢 在移植树木的时候 一定要剪掉一些树叶 树木猪猪 你懂了没有啊 我懂了 博士啊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你帮我浇一点水 我去休息一下 哦 树木猪 你浇那么多水干什么 更多吸点水分才长得快 我們可以早點吃水果 為什麼輪胎大多是黑色的 輪胎放消了 蹦蹦蛙 別傷心 萬能的博士來了 我帶了一個新的輪胎給你 那個輪胎黑巴巴的難怪死了 我才不要呢 輪胎黑色是有原因的 你知道所有的交通工具的輪胎 都是橡膠做的 因為橡膠有良好的彈性 可以減少運輸途中的顛簸 可是純金的橡膠也有缺點 它經不起摩擦 這樣的輪胎很快就會磨破報廢 怎麼樣才能夠提高橡膠的帶磨力呢 在橡膠裡面加一些碳黑 這樣橡膠的顏色雖然變黑了 不太好看 但是橡膠卻變得結實耐磨 這樣的橡膠做成的輪胎 不但保持了良好的彈性 也提高了耐磨力 所以啊 現在看到的各種輪胎 大都是黑色的 哦 原來是這樣啊 不過我還是有辦法讓它變色的 你看 這樣不就行了嗎 咦 紅色的輪胎也不錯 為什麼不能在大樹下躲雨 欸 博士 在小樹底下躲雨是沒有用的啦 躲在大樹下面會被閃電打到的啦 啊 真的嗎 是為什麼呢 哦 這是因為雷電有個怪脾氣 他最喜歡劈離他最近的東西 大樹最高 離天上的雷雲最近 雷電就最容易先劈到大樹 站在樹下的人也就跟著遭殃啦 哇 我差一點變成傷蛇了耶 不過 現在大樹被劈了 小樹就變成大樹了耶 啊 怪頭啊 啊 怪頭啊 為什麼螃蟹主熟會變紅 啊 打完了啊 哇 螃蟹 欸 這不就是上次那隻追著要夾我的螃蟹嗎 沒錯 就是那一隻耶 可 可是 我明明記得它是綠色的 怎麼現在變成紅色的了呢 哎呀 螃蟹煮熟了 本來就會變成紅色的嘛 為什麼呢 那是因為蝦蟹甲殼下面的表皮中 有一種預熱就會被分解出來的蝦紅素 它和其他的色素不一樣 它不怕高溫 遇到高溫就會從甲殼中滲出來 所以螃蟹煮熟了就變紅色了 哇 由來如此 我們可以開始享受螃蟹大餐了嗎 可以 為什麼炒栗子要用沙子 好香喔 鐵呼呼呼 祝你來啦 我在炒栗子 可是鍋子裡怎麼有那麼多的沙子呢 因為炒栗子一定要和沙子一塊炒啊 為什麼呢 栗子啊 又圓又大 放在鍋子裡面炒的時候 栗子和栗子之間空隙很大 容易受熱不均勻 結果啊 有的栗子炒焦了 有的栗子卻還沒有熟 而且很容易爆裂開來 如果在鍋子裡面放一些沙子 使栗子埋在沙子裡面 然後再不停地攪拌 熱滾滾的沙子 就能夠把熱傳給栗子 每個栗子受到的熱都很均勻 這樣炒出來的栗子不但不會焦 而且裡面都熟透了 用沙子炒花生或者是花生米 也是同樣的道理 你懂了沒有啊 我懂啊 栗子該炒熟了吧 差不多可以了 終於可以大吃一頓 太棒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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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博士 我的沙子放得太多 我的栗子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完了 完了 人在小船上向前走 小船為什麼會後退 釣了半天一條魚都沒釣到沒意思 有了 換個位置試試看 說不定運氣會轉好一點 怎麼回事 船怎麼會自己向前走咧 真是奇怪 其實這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這是一種自然的現象 因為當你划完船要上岸的時候 船頭已經靠岸了 人從船尾走到船頭 船卻慢慢地再往後退 如果人再從船頭走向船尾 船頭一定會慢慢地向岸邊靠近 這個呢 就和人蹲水車的道理是一樣的 人用力向下蹲水車 水車就會向後轉 人在船上向前走 人的腳要用力瞪船 船就會向後退 人走得越快 船也就退得越快 要是有人在岸上拉住船頭 船就不會往後退了 船頭 這樣子你懂了嗎 嗯 我懂了 哇 有魚啦 有魚啦 怎麼都跑不過去了 慘了 我的雨地又跑到了 為什麼看到酸的食物就會流口水 我又咳又累 誰快來救救我 討厭的太陽還不下山 船船鼠啊 你在做日光浴啊 別開玩笑了 來先吃顆酸梅解解禪吧 謝謝你啊 我怎麼會流這麼多口水啊 那是因為你聽到酸梅才流口水的嘛 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口腔內會分泌唾液幫助食物的消化 酸的食物對唾液線的刺激最強 所以每次吃酸的食物的時候呢 大腦就會發出信號 讓唾液線流出很多的口水 日子一久 凡是見到酸的食物 還沒吃呢 大腦就習慣性的發出信號 於是唾液線就會分泌唾液 口水就流出來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看到你口渴 就說要給你吃酸梅 這樣就可以刺激你的大腦 讓你流點口水 你就不會那麼渴了嘛 怎麼樣 我這個辦法好吧 你現在一定一點都不渴了吧 對不對 你不要再說了 我已經快被口水淹死了 你你你你 太誇張了吧 月亮為什麼老跟著人 完了耶 沒有人看見 被月亮看見了 救命啊 今天的月亮好美 對不起博士 月亮為什麼老跟著我躲也躲不掉 是這樣的 月亮高高地掛在天上 它離地面很遠很遠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擋住它 因此不論走到哪裡都能夠看見月亮 所以看起來就像月亮跟著人走一樣啊 又是魚丸 又被你看見了 但你一隻好了 為什麼有些藥是在飯前吃的 哎呀 好香的飯菜啊 糟了 忘了吃藥了 管它 吃了再說 呼呼豬 你在吃飯呢 是啊 博士 為什麼這麼久了我的病還沒好呢 那你有沒有聽醫生的話 按時吃藥啊 有啊 只是他說飯前吃 可是我老是忘記 這就難怪你的病那麼久都好不了了 啊 為什麼呢 飯前的藥改在飯後吃就沒有用了 那當然了 有的藥要在飯前吃 是為了要讓藥能夠發揮治療的作用 例如 有些胃藥就必須在飯前吃 因為這個時候胃是空的 藥吃進胃裡面以後 能夠直接和胃黏膜接觸 很快就能夠發揮藥的功效 而打蟲子的藥就要在早餐以前吃 這個時候胃和腸道都是空的 藥能夠很快地讓蟲子中毒 如果飯後才吃打蟲藥 由於藥和食物混在一起 藥物不能夠很快地進入腸道 藥效也沒有辦法充分地發揮 就打不下蟲子了 那我知道了 那你現在怎麼辦呢 沒關係 我先去把吃的東西拉光再吃藥 為什麼高大的樓房上要裝避雷針 每次到烏拉家都爬得要命 好可怕 雷啊 雷啊 不是啊 打雷了耶 你豬那麼高不怕打雷嗎 放心啦 我有避雷針耶 為什麼要裝避雷針 有用嗎 下雨的時候天空中有些雲是帶變的 高大的樓房離雲層最近 最容易遭到雷擊 所以越高的樓房就越該裝避雷針 有了避雷針就不會遭到雷擊了 哦 原來如此 那我只要戴上避雷針 雷就打不到我了啊 對不對 不不不不 啊 避雷針不是用來躲避雷的 而是用來吸收雷的啊 可憐 為什麼充滿氣的氣球會慢慢變小 啊 看我多帥啊 拉拉拉拉拉 嘶 嘶嘶蛇 你在玩球啊 我也有一個大氣球欸 怎麼搞的我的大氣球變得這麼小 誰都能把它換走了 啊 蹦蹦蛙你怎麼了 我明明是個大氣球 上面又沒有波動怎麼會變得這麼小 一定是被換掉了 嘿 你先別急蹦蹦蛙 這就是你的大氣球啊 那它怎麼會變小呢 因為啊 氣球的皮很薄 吹大以後 皮就会变得更薄啦 同时气球皮上面 有好多好多看不见的小洞洞 气球里面的气 就会从这些小洞洞里面 一点一点的慢慢跑出来 气跑得越来越多 气球也就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小啦 这样子你懂了吗 我懂了 胖胖 我爱再把气球吹大就可以了吧 对哦 吹带大破掉了 这下什么都没有了啦 让毛毛虫遮了 为什么又痛又痒 怎么都不开花呢 讨厌的毛毛虫走开啦 被毛毛虫遮了都肿起来了 乖乖兔你怎么了 我是被毛毛虫遮了又痛又痒 怎么会这样呢 你看我的手指头 哦 你先不要紧张 是这样子的 夏天经过树下 要是碰到了毛毛虫 手背立刻就会又痛又痒 而且马上就会红肿起来 这是因为毛毛虫身上长满了毒毛 毒毛非常的细 它的头比针尖还要细 毒毛是空心的 里面藏满了毒液 当毛毛虫落到人的皮肤上面的时候呢 毒毛就刺进了人的皮肤 毒液也就跟着住进皮肤里面去 人就会感到又痛又痒 碰到了这种情形的时候呢 只要在伤口上面涂一些肥皂水 或者是安水就可以减轻疼痛了 乖乖兔 你懂了吗 我懂了 小朋友 你们如果是看到了毛毛虫 千万不要随便去碰它哦 骆驼 骆驼为什么不怕渴 骆驼为什么不怕渴 我好渴哦 再给我一点水喝吧 笨骆驼 归你叫得出来 你不渴吗 他当然不会渴了 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鼻子嘛 很多人以为骆驼背上有个大水囊 所以才不怕渴 那是不对的 其实是骆驼有一个节约用水的特殊本能 它的鼻子与众不同 里面有许多很细的曲折管道 平时它会分泌液体保持湿润 当体内缺水的时候 管道会立刻停止分泌液体 并且在管道的表面结上一层硬皮 这层硬皮能够吸收从肺里面呼出来的水分 这样子体内的水分就不会流失 在吸气的时候 把刚刚吸收的水分又送回到肺里面去 它就是这样子 在体内反复循环的利用水 所以骆驼不会怕渴的 这么有用的鼻子我也要一个 咖啡 苍蝇对人有哪些危害 真好吃的 噔噔 鸡鸡鼠 你没有看到面包被苍蝇叮过吗 你把这些面包吃下去 会肚子痛的呀 这么小的苍蝇会有这么厉害 我才不信呢 那你就错了 苍蝇可是一种大害虫呢 苍蝇最脏了 它们喜欢西食烂菜 臭鱼 臭肉 还有大便 哪里最脏 它们就往哪里飞 所以苍蝇的身上有许多的病菌和寄生虫卵 当苍蝇落在食物上面的时候 就先吐些口水把食物弄湿 然后呢 再用它那像管子一样的嘴去吸 苍蝇一边吃东西 还一边拉大便 把肠子里面的一些病菌 虫卵 还有身上粘着的寄生虫都散布在食物上面 我们吃了苍蝇爬过的食物就会生病 这样你懂了吗 你还把那个面包吃下去 这样不行啦 你不要那么紧张嘛 博士 刚才那盘面包在这里 我吃的是另外一盘没有被钉过的啦 放心好了 你怎么了 怎么肚子还是那么痛啊 糟糕了 不得了 牛奶被苍蝇釘过了啦 为什么在鼻涕虫上撒盐它会化成水 我叫做的 我叫 大家好 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位新朋友 他叫鼻涕虫 鼻涕虫 它长得跟我很像 没错 鼻涕虫呢 又叫阔语 是蝸牛的同类 你好 等一下我请你吃盐酥鸡 我不能泡盐的 你知道吗 哦 是真的吗 不是 鼻涕虫不能泡盐是为什么呢 哦 是这样的 夏天在阴暗潮湿的角落 有时候会看到一种没有壳的蝸牛 其实它不是蝸牛 而是蝸牛的同类 我们叫它鼻涕虫 鼻涕虫的身体含水分特别多 大约是占身体的90% 如果往它身上撒点盐 它的身体里面的水分 就会透过皮肤慢慢地渗出来 鼻涕虫就会变成一滩水汗一层皮了 这跟我们腌菜的时候 把盐撒在菜上面 菜就会渗出水来是一样的道理 这让你们懂了吗 哦 鼻涕虫 怎么变成一滩水了 哎呀 博士 不要那么紧张吗 它还在这里呢 就是嘛 说话喷那么多口水 差点把人淹死了 对 就是啊 博士 这些都是你的口水 为什么肚子饿了会咕咕叫 饿肚子饿了 快回家吧 哇 很好吃啊 怎么吃了肚子还是叫不停呢 还是咕咕叫 咕咕猪 你在吃饭呢 是啊 博士 为什么饿的时候肚子会一直咕咕叫啊 哦 这是因为我们平常吃的饭喝的水都掀到胃里面 经过胃衣的帮助和胃部不断的一伸一缩的蠕动 就会将食物揉烂了 并且变成糊粥粥的东西 然后呢 再把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送到小肠里面去 这个时候胃又空了 胃虽然空了 可是胃里面还剩下一些胃液和吃饭时候咽下的一些气体 过些时候 当胃又开始不停的有规律的收缩的时候 人就会感到饥饿 气体在胃里面被挤得东窜西朵 肚子就会咕咕地叫起来了 咕咕猪 这样你懂了吗 哦 可是我吃饱了 肚子怎么还会叫呢 那是呱呱鸟啦 你看 被骗了 为什么馒头里有许多小洞 有馒头吃 好难吃 雀雀鼠 你怎么了 奇怪 不知道怎么搞的 这个馒头好难吃 因为这个馒头没有经过发酵 好吃的馒头里面应该有许多的小洞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馒头是用发过酵的湿面团蒸的 这种面叫做发面 发面里面有一种东西叫酵母 酵母在面团里面不断地生长繁殖 并且放出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越积越多 形成好多的气泡 把面团给撑大了 把发面团做成的馒头 放到蒸笼里面去蒸 馒头里面的二氧化碳 预热膨胀 馒头也就变大啦 并且出现了许多的小洞洞 馒头蒸熟以后 二氧化碳跑掉了 馒头里面就留下许多的小洞洞 这样你懂了吗 所以好吃的馒头里面 都会有许多的小洞洞 不过这个洞外面太大了吧 这个洞是我咬的啦 用头吃 可恶 蚊子为什么会传染疾病 什么声音啊 原来是这小蚊子 好疯啊 不理他 猪 你怎么又在打瞌睡 博士 对不起了 怎么好痒 一定是被刚才那只臭蚊子叮的 对了 博士 为什么被蚊子叮了会痒 那是因为蚊子的口水里面有毒 不但他有毒 而且还会传染疾病 蚊子在叮咬人的时候 会一面吸人的血 一面往人的身体里面吐口水 要是被叮的人身上有脑炎肝炎 或者是瘧疾等疾病的时候 蚊子身上就会带着这些病毒 当他再去叮咬健康人的时候 就会把这些病毒传染给健康的人 人的身体里面有了这些病毒 当抵抗力弱的时候 人就会生病了 这样子你懂了吗 原来蚊子这么可恶 我打死你这只可恶的冲蚊子 这在哪边 快 好了 我们好好的上课 就要不要吧 动作还是太慢了没打着了 扁了的乒乓球怎么样才能够鼓起来 好了 不要卖动了 我们来玩乒乓球 我来打球 我来打球 球都扁了怎么玩 乒乓球都扁了那就没得玩了 还是可以玩的 真的 要怎么弄 那很简单 我来告诉你们 乒乓球是很好玩 可是一不小心压到或者是踩到它 它就会变扁了 扁了的乒乓球要怎么样才能够恢复原状 乒乓球呢 乒乓球是用一种叫做塞路落的塑胶做的 球的表面是密封的 里面充满了气体 把扁了的乒乓球泡在滚水里面 球里面的气体受热膨胀 就会把扁的地方给顶起来了 这样又会恢复原状了 太简单了 我把乒乓球吞下去了 为什么水总是转着流入下水道 累了一天回家洗把脸休息休息吧 把水打开 水怎么会转呢 奇怪 再一次 很好玩 思思舌 你怎么了 为什么水总是旋转着进排水孔呢 这倒是个很特别的问题 水槽中的水拔掉塞子的时候 水总是旋转着流入下水道中 这是因为地球自转而造成的现象 根据这个道理 人们假设南半球 北半球 和赤道这三个地方的水流旋转的方式 都会不同 果然 经过实验证明 北半球的水是向左转入下水道 南半球是向右旋转入下水道 而赤道的水并不旋转 就直接进入下水道 原来是这样子啊 好好玩哦 再来一次 为什么饺子煮熟了会浮在水面上 好香啊 博士 你在煮水饺啊 是啊 煮了那么久应该熟了吧 可以吃了吧 还不行呢 一定要等饺子浮在水面上才算煮熟了 为什么呢 好 我来解释给你听哦 饺子放入滚开的水中的时候 因为比水重 饺子会先沉入锅底 最先饺子皮熟了 然后慢慢的饺子馅也熟了 这个时候包在饺子里面的空气也变得热了 空气受热会膨胀 把饺子的肚子给撑鼓了 饺子肚子里面充满了热空气 饺子变得比水轻 所以饺子就浮到水面上来了 哭哭猪猪你懂了吗 我懂了 不过这锅子里的水怎么都满出来了呢 啊 糟糕煮得太久 饺子都煮烂了 天上的星星会掉到地上来吗 老是忘记 又飞得太高了 星星掉下来了 呱呱鸟 你怎么又掉下来了 博士 你不是说星星不会掉下来吗 可是我刚刚明明看到它掉下来了 呱呱鸟 你刚刚看到的是流星 我来慢慢的解释给你听吧 晚上在空中一闪一闪会发亮的星星叫恒星 它们自己会发光发亮 恒星和恒星都相距得很远 它们都有自己的位置是不会掉下来的 天上除了恒星外还有比较小的行星 它们自己不会发亮 行星都和地球一样绕着自己的恒星旋转 它们有各自的轨道不会相撞 也不会掉到地面上来 你刚才看到的流星是一些飞散在太空里面很小的星体的碎块 并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星星 流星有时候会掉到地上来 我们叫它隐星 这样你懂的吗 我懂啦 啊 又一颗流星 不是流星啦 这是冲天宝 啊 喂 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我掉了饭铁一条都没有掉到 有了 太棒了 家具有活鱼可以吃了吧 怎么才掉上来的活鱼就死了呢 这怎么回事啊 喵喵猫 这是因为你把咸水鱼养在淡水里面的关系啊 那为什么海水会是咸的呢 到过海边的小朋友都知道海水是咸的 要知道海水为什么是咸的 我们不妨来做个小实验 拿两个杯子 一杯放清水 一杯放海水 放在阳光下面晒干 你就会看到 呈清水的杯子里面什么也没有 呈海水的那个杯子里面呢 却留下了一层白花花的东西 试着用手指粘上一点点尝尝看 味道是咸的 原来那白花花的东西就是盐 这就是海水会是咸的原因了 喵喵猫你懂了吗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是这样啊 有了 吴拉博士 你不是说海水是咸的吗 所以我就直接用海水来煮鱼 没有想到却把它煮成咸死人的咽鱼了 我不管了 我最讨厌吃咽鱼了 还我原来的鱼了 喝完汽水为什么会打嗝 又渴又饿的 好香啊 好棒啊 有汽水有面包哎 先吃什么好呢 先喝汽水好了 叽叽叔 你又在偷吃我的东西了 对不对 再没有呢 我也刚刚才来这里的 你还说呢 你把汽水通通喝光了 对不对 对不起嘛 博士 为什么喝完汽水以后会打嗝呢 那是因为汽水里面藏着一种看不见的气体 叫做二氧化碳 当你喝汽水的时候 会把二氧化碳也一起喝到肠胃里面去 但是人的肠胃并不会吸收二氧化碳 而且人的肚子里面温度比较高 二氧化碳在里面也待不住 就会很快地从口腔里面跑出来 这样人就会打嗝了 你懂吗 救命啊博士 救命啊 云为什么不会掉下来 这棵树长得可真高啊 好漂亮的云海 爬得高才有美景可以欣赏 乌拉博士就没福气了 我再爬近一点看得更清楚 你在搞什么啊 丝丝丝尘我在树上看云海 对了博士 为什么我会从天上掉下来 可是云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这是因为地面上的水蒸气上升升到空中 一见冷空气就变成了小水点 许多小水点聚在一起就变成了云 那它们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因为有一个很大的东西拖住了它们 这个东西就是地面上的热空气和水蒸气 它们不断地往天空中上升 就好像一只大手似的把云拖住了 所以云就不在空中掉不下来了 我这样解释你听得懂吗 我懂了啦 好懂啊 乖乖兔 怎么你也掉下来了 我爬到树上欺少鱼海嘛 博士 为什么云不会掉下来呢 你问丝丝蛇吧 它跟你一样从树上摔下来砸到我的头上的时候就问过了 为什么会下雨 太棒了 我终于可以飞咯 真了 就要飞嘛 你只会把我累死了 走走快下雨了 你下桌了 走下桌 我现在崖了 我这里开始淹水了 我完蛋了 夏天变得好多 背不及了 都是你的手主意了 乖乖鸟 这鸡属你们怎么了 博士 这个雨把我害惨了 到底为什么会下雨 是这样的 白天地面被太阳晒热了 江河湖海中的水 有一部分变成水蒸气 然后就上升 水蒸气在空中遇到冷空气以后 就变成许多的小水珠 许许多多的小水珠集合在一起 从地面上看去 就是一片片的白云 这些白云在空中飘啊飘 越飘越高 越高就越冷 小水珠就互相抱在一起 小水珠变成了大水珠 大水珠越大 重量也就越重 空气再也拖不住它们了 就从天上落下来 这就是雨你们懂了吗 哦 博士 拜托讲简单一点嘛 我们走是走了 可是都快感冒了啦 拜托走我们回家了 为什么能人工降雨 我最讨厌热天了 再不下雨就要把蝸牛认死了啦 好热的天啊 乌拉博士 还有没有水可以喝 刚好全部都喝光了 那怎么办嘛 乌拉博士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老天快点下雨呢 你不是在这晒太阳做日光浴吗 我都快被烤枭了 你还开玩笑啊 博士 到底有什么办法嘛 哦 哦 啊 我想到了 真的吗 嗯 就是用人造雨来让老天爷下雨 下雨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了 但是久旱不雨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有厚云层的地区 在高空的乌云中撒一些干冰小颗粒 这些小颗粒能够很快地变成了二氧化碳 在变化的过程中 干冰会吸收很多的热 使周围的温度降低 温度降低了 空气中的水蒸气就会变成小水珠 小水珠会附着在其他 稍微变化的干冰小颗粒上面 越积越多 一下子就变成了大水珠 很快就可以降一架雨来了 嘿嘿嘿 这样子你可以安心了吧 不安什么心啊 我们哪里来的干冰跟飞机呢 我快渴死了啦 你说的也是哦 人为什么不能喝海水 好热呀 大热天喝水最舒服了 喵喵冒水不多了 别把水都喝光了 我知道了 可是博士你看四周都是一片汪洋大海 你还怕没水喝呀 傻瓜海水怎么能喝呢 为什么呢 因为啊海水里面有大量的盐 这么多的盐如果进入身体里面 会给身体带来严重的伤害 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 如果菜太咸了 血液中就会出现多余的盐 这些多余的盐会经过尿汗水排出体外 可是海水中的盐浓度太高了 肾脏皮肤都没有办法把这么大量的盐分 及时排出体外 身体里面盐分太多了 人就会中毒死亡 所以人是不能喝海水的 我懂了 说的我口都渴了 拿水出来喝吧 好啊 没水了 对不起啊博士 刚才一不小心我把水喝光了 我情面闲死也不要渴死啊 能使海水变成能喝的淡水吗 开个小玩笑 我把博士喝的饮料换成海水了 睡了一觉 好舒服 喝点饮料会更舒服的呦 怎么都没有反应呢 博士 海水怎么也能喝 海水当然不能喝了 即使要喝也要经过处理把它变成淡水才行啊 海水里面有许多的盐分 所以又咸又骨 把这些盐分除掉不就变成淡水了吗 老方法是把海水煮开 水不断地变成水蒸汽 再把水蒸汽了 明明就变成淡水 可是这种方法太费事了 现在我们有比较方便的办法 让海水通过一种像沙子般的物质 这种物质能够把眼泪流住 让水流过 当然流出来的水就是淡水了 这种像沙子般的物质 就叫做离子交换树枝 怎么样很简单吧 我不是问你这个了 我是说你喝的不是我的饮料 你应该喝到那杯海水才对的嘛 原来如此 电灯泡为什么会亮 听天黑漆漆的 胆小的刮阿牛一定又给吓昏了 我就知道 刮阿牛 你快醒醒 乌拉博士 电已经来了吗 不是 这是蜡烛的光 你没看到火吗 那为什么电灯泡不用点火 也能发光呢 博士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了 天黑的时候 一开开关灯泡就会发出很亮的光 为什么灯泡不用点火就会发亮呢 灯泡中间有一根弯弯曲曲 很细很细的乌丝 这乌丝是用一种 很不容易融化的金属做的 打开开关以后 电流通过乌丝的时候 遇到很大的阻力 阻力越大产生的热也就越多 乌丝热到很高很高温度的时候 就发出了黄白色的光 这样子灯泡就亮了 花按钮 你懂了没有 哦 花按钮 又吓唤了我就知道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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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天空会有雨 为什么飞机会飞行 为什么月亮有时远有时又不远 古拉博士来说明 十万个为什么告诉你 十万个为什么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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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空蝎会飞行 为什么螃蟹有红星 为什么海水有湿地有时又变大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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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向下朋友所回避 可爱动物陪伴你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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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